有完没完是由王肖坤指导杜杨监制的喜剧电影 众多影星主演 影片原名生于4月1日 在电影有完没完中 范维饰演一名被困在4月1日愚人节的快递员老范 不同于以往大家对快递员的熟知印象 这次老范曝光的剧照堪称是快递界的一股泥石流 从西装革履的贵族 从西装革履的贵族饭 到夜店抱爱的日韩饭 从粗衣麻布的文艺饭 到T恤短裤的平民饭 各具特色的服装造型令人眼花缭乱 但却没有一丝一毫快递员的影子 令人不仅心生疑惑 这个快递员老范4月1日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生活的无限循环总是在一天的时间内不断重复 5004.1元的存款 从无法接受到沉沦享乐 再到认清生活的真谛 其实主打的是温情牌 但是避免不了的是草根阶级的特性 虚荣 知识浅薄 这些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吧 这部电影的创意来自美国电影土把手之日 也许是审查的原因 老范没法像土把手之日的主演比尔一样 借助一日球的设定做出许多无节操的事 但它无疑是那种努力经营的喜剧 没有娇柔造作 大呼小叫 胡乱摔倒的把戏 笑料都有相对合理的逻辑铺垫 也都自然而然从情景里发生 不会随便图改人物性格 范伟不会是老牌的喜剧艺术家 不需要夸张的表情动作 演绎了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 他第一次傻眼时 我真正是被逗乐了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评论 我们下一期再见